迷雾之间七,积极的人生观,星云大师著,朗读嘉宾黄雪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标题是,急慢之间 不急不急安全第一,不急不急礼让第一,不急不急威夷第一 要慢要慢,注意礼貌,要慢要慢,慢功出细活 要慢要慢,欲速则不达 慢是一个政策,看世间演变才能定策 海峡两岸的政策就是要慢,就是要等 不慢不能平衡,政治、经济、观念、思想不能平衡 急促统一未必是好 但是急进风遇到慢郎中,慢也不全然就好 因此当急则急,当慢则慢,符合中道最好 主菜,有快快炒,有慢慢蹲 快炒才会清脆,慢蹲才能熟透 修行,有见修见物,有顿修顿物 不管见物,顿物都是经验的累积 一旦因缘成熟,自然水到驱城 世间上没有一蹴可及的事情 没有立即长大的人所谓压苗助长适得其反 所以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才能到达目的地 有一个笑话,老师问同学 假设你现在只剩下一天的寿命,心里最想做什么事? 有同学回答道,如果我只剩下一天的寿命 最想做的事就是来上老师的课 老师听后十分感动,也很高兴自己如此受到学生的爱戴 不过他还是好奇地问了这名同学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如此的选择 只见这一名同学一脸腼腆地说 因为上老师的课,让我有度日如年之感 古代的柿子十年寒窗苦毒,才能一举成名 种了三年的树木,才能当柴烧 长了十年的树木,才能当板凳座 经历百年的树木,才能当栋梁用 所以人要养生期后,才堪大用 现在的快速炉,快速加温,也快速冷却 温室里的花朵,快速开花,也快速凋谢 世间上的万事万物,都要经得起时间的循序渐进 才会平顺 学见的人,欲急着成就,就欲不能如愿 因为他没有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就会给敌人有可乘之机 所以,做人有时要当机立断,不能稍作鱿鱼 但,大多时候则要向前三步想一想 退后三步撕一撕,才能免留遗憾 三日才能做完的事情,可能一天就完成了 一时就能完成的事,可能等了数日还未见成效 极慢之间,对于工作的效率 对于一个人的服务精神,也不能不注意哦 每日同一时段,与您相约,有声书香